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爆发布伦恋遭到停职的正妹消防分队长佟里亚呢 现在是根据周刊爆料说 由于和多位的已婚消防官员有染还上演强同学老公小三呛原配等等的戏码 也因此呢让这个消防局倍感羞辱 但是今天呢周刊是指这个台中市政府仍然是强力护航 决定让他在10月31号来复职 而这个消息一传开来各界是一片哗然 消防界就有人气愤的说 这么严重影响到消防界形象的人竟然这么快就可以复职了 市长胡志强怎么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而对此台中市消防局长表示说 当初确实有建议要让这名同性女子来继续停职 但是市府的决定消防局这边会服从